NBA虽然说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篮球联赛 汇集着最强的篮球运动员 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技术再强悍的职业球员也有尴尬失误的瞬间 这部影片阿斌就带大家在伤病不断的季后赛期间轻松一下 来看看NBA球星们的十大尴尬瞬间 第十名 狡猾的萌神 2019年1月22日 这是胡仁和勇士在本赛季的圣诞大战之后的第二次相遇 虽然胡仁在那场万众瞩目的比赛中大胜26分 但是詹姆斯也左腹骨膏拉伤 而在后来的比赛中 龙多手不受伤 鲍尔扭伤了左脚踝 胡仁不得不在二番战中以残阵面对阵容起整的海啸兄弟 比赛从一开始就失去悬念 汤姆森在这场比赛里三分球八中七 直接帮助勇士在第三节末端以107比71领先36分 面对这样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 洛杉矶主场球迷昏昏欲睡 丝毫没能提起兴致 斯泰普斯中心陷入到了一个尴尬的宁静之中 作为全场比赛最大牌的球星 撕一分库里决定给大火注注信 他在防守端精准地抢断了库兹马的传球 一个人杀向了无人防守的球框 也许知道是大家都对他的三分球感到审美疲劳 决定用一次寄金四座的批扣唤醒在场的球迷 只见库里收球蓄力一气呵成 球飞起来了 但是人却脚下一滑摔倒在了篮筐底下 一个达拉紧忙跑过来 将球捡到后再次传给爬起来的库里 但是尴尬到无地自容的库里 连三分球也投出了罕见的三不沾 萌神的这套喜剧人操作 虽然过程非常顺利 但是确实起到了点燃客场气氛的效果 无人球迷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欣然接受了球队今晚的失利 第九名 弱小无助的AD 安东尼·戴维斯 自从进入联盟以来 一直以傲人的臂展天赋统治着一方赛场 在醍醐的那几年 常常都能看下鬼神级别的爆炸数据 但是他在2018年4月10日 就遇到了自己的一生之敌 当时已经是常规赛的末端 西部第五的醍醐对决快船 那个赛季的快船 正在经历保罗远走 休斯顿的重建期 又在赛季中段 将格里芬交易到活塞 从此彻底躺平挨打 自然无缘季后赛 这场比赛在一开始就失去了悬念 仅仅过半场就以60比49领先 虽然分差始终没有被拉开 但是戴维斯和米罗蒂奇组成的提湖双塔 将快船内线肆虐的体无完肤 稳稳地控制着比赛的节奏 李福斯破罐子破摔地将大高个儿伯班放到场上 对抗戴维斯的突袭 第四节还剩8分16秒 伯班在低位持球对位戴维斯 遭到龙多掏球犯规 停球后 他将手中的篮球高高举起 这让站立摸高2米74的戴维斯起了好胜之心 但只看见摸高接近3米的巨人 像豆猫一样调戏着臂展大魔王戴维斯 始终没让他碰到球 就连浓眉的队友米罗蒂奇 也在一旁笑出了声 AD也只能用微笑来缓解尴尬的气氛 而全场的快船球迷看见戴维斯出球 也如同出了一大口怨气 对博班报以英雄般的掌声 第八名 杜兰特惨遭羞辱 别看杜兰特在场上 如同死神一般大杀死方 但是他也曾经经历过 社会性死亡的尴尬场面 2020年8月15日 勇士做客洛杉矶 恰好赶上科比准备带着女儿在场边督战 杜兰特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还在比赛前发布Ans 向这位胡人传奇表达自己敬意的同时 似乎也准备在这场比赛中 向前辈证明自己的能力 可是仅仅过去半场比赛 杜兰特脑门上就不断留下尴尬的汗珠 胡人的小将们在科比的注视下 爆发出了比杜兰特更强烈的求胜欲望 不断地向他发起挑战 第一节4分21秒 兰德尔就在一次快空中 直接隔着杜兰特完成一记暴扣 而仅仅过去4分钟 克拉克森又在第一节最后时刻 过掉一个达拉 再次迎着杜兰特将球按进篮筐 这群小伙子是不是吃错药了 怎么一个个这么猛啊 杜兰特还在犹豫 上半场的最后40秒 胡人再次挂起青春快攻 小南斯接球后直杀篮下 杜兰特不死心再次高高挑起 没料想还是成为赛季石家扣篮的背景板 就连抱着女儿的奶爸科比 看到这个球都表情争硬 而杜兰特就有点尴尬了 半场三次被割扣 这让我死神的面子往哪搁啊 第七名 欧文神奇上篮 能够让现场球迷欢呼的 大概也只有暴力美学的灌篮 精准杀人的三分球 但是能够让运球和上篮成为全场焦点的 估计也只有欧文能够做到 也许是被欧文眼花缭乱的运球技术 盖过了锋芒 他的上篮技术一直是联盟顶级的水准 无论是抛头还是打板 他在突破后的禁区终结能力几乎没有死角 而且动作十分流畅优雅 让许多球迷为之感看 2017年3月1日 在骑士对阵雄鹿的比赛中 上篮宗师欧文再次献出了难得一见的生涯代表作 骑士在第四节的最后两分钟已经领先11分 比赛几乎失去了悬念 而詹姆斯和欧文的挡拆战术 也是他们在末节一锤定音的关键 为了锁定胜局 两人决定顾忌重施 面对字母哥的前压 欧文选择直杀篮筐 然后用低手上篮将球抛向篮筐 当裁判哨响了之后 欧文凝视着手中的篮球陷入了沉思 而场边的卢指导也没有忍住 JR史密斯早就已经笑得前腹后仰 作为五家球的欧文 终于登上了五大窘的榜单 也算是职业生涯的新突破了 第六名 哈登杂蒙哈特 哈登哈特也算是哈哈兄弟了 只要阿斌看到这两人同时出现在场上 就一定能够产生不可思议的喜剧效果 作为将备手防守技术发扬光大的代言人 哈特对于提防哈登的造犯规不能说没有心得 2019年11月1日 蹄湖对阵火箭 双方在半场结束前站至61平 哈登抓住最后一攻的机会全场飞奔 不过还是被鸡贼的哈特切掉了他的鸭绍三分 气急败坏的他发泄一般的大力拍球 但是被反弹而来的篮球打中了面门 这一球虽然没有砸向哈特 但还是把他砸懵了 他一脸疑惑地注视着哈登 这个大胡子指不定有什么大病吧 第五名 威少的饭后散步 16-17赛季是属于威少的赛季 场军得分第一 关键时刻得分第一 效率值第一 单赛季创纪录的42次三双 NBA历史上第二次出现场军三双的球员 他在这个赛季贡献了无数次天神下凡的经典战役 其中就包括2017年1月19日对阵勇士的比赛 当比赛进入第三节7分30秒 双方的比分十分焦灼 威少对队友的表现略微的有些意见 他在接到底线发球之后冲着帕金斯不停地说话 然后一边向着前场的队友不停比划 一边抱着球走了六步 那一刻 勇士懵了 裁判傻了 球迷勒了 因为威少抱球散步的样子过于理直气壮 所有人都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随后裁判终于在库里的提醒下吹罚了走步 将球权还给勇士 哨响之后 一脸委屈疑惑的威少还双手一摊 一直说自己 I don't know 不就是走了六步吗 可把他委屈坏了 第四名 勒布朗詹姆斯的保龄球 2019年3月7日 勒布朗詹姆斯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里程碑 他将要在踏入联盟16年后 在这一天对阵绝金的比赛中 在得分榜上超越自己追随的偶像 麦克尔乔丹 在皇帝超越篮球之神的路上 绝金并不愿意束手就擒 他们与胡人纠缠到了第四节的最后2分22秒时 以108比95领先13分 留给胡人的时间不多了 詹姆斯为了减少时间的流逝 让队友发出地滚球之后 与篮球一同散步到前场的三分线外 这一招哈登就曾经用过 在前场捡球之后直接投三分 詹姆斯在上一场面对快船的时候也有过尝试 只是可惜最后的投篮没有命中 而现在面对球队的生死时刻 不信邪的皇帝决定故技重施 但对方的米尔萨普早有防备 一个突袭的铺抢 吓得詹姆斯将球运出界外 而詹姆斯在下一个回合走步为例 帮助绝金杀死了比赛 而詹姆斯在关键时刻的致命失误 也让他的里程碑之夜增添几分喜感 第三名 尼克扬提前庆祝 NBA最经典最装逼的庆祝动作 毫无疑问是阿里纳斯的提前庆祝 身为零号特工的小老弟 尼克扬自然也接过了阿里纳斯的一波 在他效力胡人期间 在对阵尼克斯的一场比赛中 尼克扬在三分线外自信出手 无论是手感和弧度都让他笃定 这一球一定会命中 于是他直接转身抬起双手 准备迎接主场球迷的欢呼 却没分享 听到的的确是球迷们欢快又嘲弄的笑声 回头才看见自己的投篮刷框而出 装逼不成反乘邪心 尼克扬以这般滑稽的方式 被球迷们永远地记住 第二名 沃克复刻经典 无独有偶 当时还是黄蜂蜂王的肯巴沃克 也曾经企图致敬前辈的风采 他在出手投篮之后 还谨慎地看了一眼篮球 在篮筐上弹了一下 确定下落位置很正之后 才敢回头庆祝 并且跳起了更加嚣张的抖尖舞 但是那个本该落进篮筐的篮球 却调皮地弹了出来 直到对面发动了快攻 沃克才在队友的提醒下回过神来 原本想要致敬阿里纳斯的他 结果变成了致敬另一个前辈尼克扬 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吧 第一名 水花兄弟反目成仇 很高兴再次见到库里 既然这部影片从库里开始 那么最后也要以他结尾 不过这一次库里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和汤姆森之间默契无比的精妙配合 再一次让球迷们惊呆眼球 在对阵独行侠的一场比赛中 格林在快攻中逼迫对方收缩 水花兄弟罕见的同时得到了空位机会 汤姆森看到库里在底脚接球之后 直接开始转身庆祝 这样的把戏他们曾经玩过无数次 但是这一次却搞砸了 库里面对铺房的防守球员 犹豫地将球传给了已经转不身去的汤姆森 倉促接球的汤姆森回传失误 葬送了球权 他也只能懊恼地抱着脑袋 而两人之间的裁判显然已经看傻了眼 没有哪个球星是超人 就像我们不能渴求他们每一次绝杀都会进 每一次关键比赛都能发挥神勇 大家都会有失误的时候 迎球的时候一同欢呼庆祝 失败的时候一起自免赞努力 绝杀后能聚在一起吹牛 失误之后也能哈哈一笑不上纲上线 这才是一个真球迷应该有的心态